嗨大家好我是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它叫做分不完的电影票 前面这两页都是在讲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 我准备三个人十九张的电影票 但是你们要遵守我的规则 好金桨分二分之一 年支较深的警员分四分之一 年支较浅的警员分五分之一 好 哇我可以分一半 这样太公平了 那你公平了你每次办案都闲闲没事做 然后都适合不是在办案 但是你也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分配 好这个很好笑 我们把电影票卖回给你 然后再拿钱来分好了 我可以给你打八折 笨蛋哪有人把礼物买回给送礼者的道理 也不准你上网拍卖哦 我先走了 你在想到方法之前 我不会给你这个电影票的 休想拿到 原来是要考验警长啊 啊这样警长完蛋了 还不快想办法 哈哈警长别生气 我只要再拿一张电影票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当 好下一页 好 那我们进入最有知识的一个部分 好二分之一 如果二十九加一是二十对不对 好那一半的话是二十分之十 然后年值较深的是二十分之五 年值较浅的是二十分之四 这样变二十分之十九 好 那你们有发现什么 只要把这个二十改成十九的话 那这样你想到了吗 这样子那一张可以还给局长 然后呢就可以轻易分辨出来了 金长十张 年值较深的人五张 然后年值较浅的人四张 哦这个分配法真的是不错哦 很好 你们都变成名咯 总之我可以看十次电影耶 结果只能看同一个 那个 电影 那十张跟五张根本没有差嘛 好心的大哥要不要来买一张电影票 结果都卖不出去 所以要一直说 要不要买一张电影票呢 然后看小便宜的几张只好 在电影院看十次 好恐怖啊 都已经看第五次的金长 还吓到 真的是丢脸啦 好 你看 二分之一加五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就是二十分之九 二十分之十九啦 所以这样子就很 就是有 这个字 断按的方法 好 那 我这个介绍就到这边咯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按个赞 别忘了按个赞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持续追踪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按个订阅 然后分享与留言 那我们就在下一个影片见 看我们这一次能不能突破两个喜欢 那我们再 嗯 一个喜欢 一个喜欢 那我们再继续做 第四集 那我们就在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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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